我现在在北京 现在我走的这条街是前门大街 也是北京的中中县 前面不远处就是天坛 以前的德运社也在街道的右侧 今天一行过来看的是前门大街上仅存的钉子户 对于这座钉子户 我来之前查了一下 有人说这开发商一开始出价一个亿 户主都没卖 那么现在这座楼房已经变成了高危房了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整个大直街上就这么一栋特殊的建筑 虽然破了点 但是回头率非常高 很多朋友都特意的跑到这里拍照留念 这座不起眼的钉子户火了 我看到网上也有人说 开发商出价两个亿 还有三个亿的 究竟出了多少钱 这还真是个谜 不过最终的结果 这栋楼确确实实变成了高危房了 如果真的是因为钱的事户主没有同意 那我觉得还真是有点可惜 对于拆迁这个事来说 到底多少钱合适 也不是咱们能够妄加评论的 仔细一看 这座二层小楼好像还是一个门市房 比如说这个涮入两个字特别明显 一看以前应该是一个火锅店 虽然窗户是开着的 但我觉得这里肯定是没人住的 我们看四周的墙壁啊 破败不堪 全是孔洞 砖瓦裸露 感觉都快自然崩塌了 我觉得再下几场雨 刮几阵风 这墙估计也支撑不住了 看一下细节 这个二层楼的房杆都已经塌了 漏洞百出 再看一下前面是一个卷帘门 二层还有钢结构的支架 应该是排放的支架 从这个角度再看一下这座钉字户 就称它为一个翼的钉字户 旁边这个灰色的洋楼也是一座钉字户 我们看这两座钉字户的距离也就相距30米 他们互乘鸡脚之势更像是一对兄弟 在这寸土寸金的二环内 无论什么样的房子都值钱 行 那么这个视频啊就拍到这里 结束了